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午安 现在是下午2点45分 那今天大盘涨了138点 量也增加了3700亿的 那这个大盘呢 算是表现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今天也是蛮稳准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光台积电就涨了15块钱 就抵过所有今天指数的涨幅 那还有货柜三雄今天表现是非常的好 但是很多的中小型电子股的话 表现的就非常的差 那接下来你的操作上面要注意什么样的状况 明年的股市最新的法人到底是怎么看 马上会投资朋友做解析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涨了138点 存在量3840亿 虽然今天真的只有涨台积电一些大型的全资股 你看台积电尾盘又拉了15块钱 那台积电涨一点的话 台湾的指数上市要涨9点 所以你15乘以9 大概就是135点 那今天涨138点 所以说今天都是台积电贡献居多 那量也出来 昨天我想说台积电其实要特别留意一下它未来的一个展望 那因为三星的竞争还蛮强的 今天就来一个跳空往上走 而且才说要注意看一点 今天是不是一跳就往十日线去走 对不对 往上跳上十日线这个位置 所以它能够往上涨 跟连电一模一样 跟连电一模一样 那你看连电2330 2303 一样嘛 这个也是直接跳十日线 虽然今天来讲有一点开高走低流上一线 但是目前来讲上升的趋势 这种大型股这样子都很正常 还不会改变 除了这个红K的一半被跌破了 那今天你看到台积电这么强涨 那投资朋友 你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中小型电子股会不会有点事 所以说你要先检视一下 你今天如果说你的中小型电子股 大盘在涨 它已经开始跌了 跌了快一趴两趴 你就要警戒要不要卖出去 像我们今天我们带会员 来我们今天马上看到这种状况我就很快啦 这是新唐我们买进的嘛 144 我今天就卖掉了 你看在9点58分的时候 4919的新唐158.5以上全数获利买出 至少我有这种警觉性 4919 你们看一下 那这里 今天一开盘都往下跌就不太对了 就不太对 然后我再卖在这里吧 这边有个反弹啦 卖在这个反弹点 158.5以上 你看后来就收 几乎坐在最低点 收在152块而已 收在152块 当然152块卖是赚钱啦 但是至少多赚了6块半 多赚了6块半 所以说有时候在整个盘中来讲的话 你在整个看盘的过程当中你要有点警觉性 那今天来讲很多的个股也是跌得很惨 跌得很惨 但是呢只要你的股票没有破十字线 你都还是可以留意啦 但是呢破十字线你要特别的小心一下 特别的小心一下 像今天来讲的话很多的中小型的 像这一波非常强的华域有没有 涨到这背景式了 你看这里喔 这一根啊就昨天而已啊 昨天一挑空就破了 整个他的十字线 因为昨天是低轨到卫星的一个利空出来的嘛 他算是低轨到卫星这一波能够涨 就是公司说他已经打入了供应链 就涨上来就这样一这样 这是主力在做的啦 讲难听一点 那你看昨天外资就大卖了 那你今天为什么还不卖了 你昨天就应该卖了啦 你不管在这里买了 这里买了都要卖掉了 都要卖掉了 你至少你少赚 少赔啦 或少赔或多赚的这一根的跌停板 对不对 你至少啊 你如果说买在低档的 你至少多赚一根嘛 也很不错嘛 那你买在高档的也少赔的 今天的百分之十嘛 所以说我说十字线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们回到大盘 大盘来讲真的是很漂亮 你看已经连四红了 连四红了 今天直接就直接往十字线里面 站稳就往前冲 往前冲 今天收17724 那当然要挑战这个17986 机位是非常的大 为什么 因为你看哦 以从美国股市的状况 你看稻穷 我们这一波在涨的过程上 完全不受稻穷的拖累 你看稻穷真的很惨 稻穷其实已经 到这个颈线的位置 这里真的不能再破了 在这个位置来讲 大概你就抓三万三千五百 三万三千五百点那附近 三三不能这么低 三万三千八百点这个附近 昨天已经收到了三四零二二 所以剩下两三百点可以跌而已 这边如果跌破的话 整个稻穷的大头部就出来了 这里的大头部 你看这个头部这么大 那两百日金线 它已经跌破了 那 台湾上海好了 就是说我们的 跟着肺瓣走的机率是相对高 那这一波你看肺瓣这么强 这么强 你看到没有 肺瓣还在这个五日十日这边晃 晃而已 所以我们台湾来讲 这次跟着肺瓣在走 肺瓣在走 所以最近常有个股 你看半导体制造 这个族群是不是相对强得多 你看二四零八的南科 南亚科 你看到没有 南亚科今天创破荡高点 是不是创破荡高点 那 连电来讲今天也算创 对不对 今天这波上来也有嘛 到这里来讲至少是创高点嘛 那台积电来讲的话 台积电算还好啦 还算上一点点 不过今天大涨 现在算是大涨 所以说半导体制造这一波 算是这一波的主流 你看到没有滑邦电 有没有光红 都算有 因为你看 为什么我还算他还在 他都还没有 破十日线 今天来讲稍微破一点点而已 稍微破一点点而已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一波来讲 主流 我说只有2603嘛 2609嘛 我每天也跟你讲嘛 对不对 你这2603 当然今天是最强 你不要看旺海今天涨平板 旺海涨平板 离半年线还这么远 他的半年线在194 今天长荣已经过103 已经过半年线了 但是最上标题跟各位报告的 长荣这一次上去你要找卖点 好 还会涨啦 不是说叫你现在卖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说这一波上去 你不要再成立于 长荣赚多少钱 我等下再跟你讲 等下再跟你讲 我先跟各位报告说 目前 最新的对明年的看法 今年12月2号 你要对明年的看法 至少有个底 就是有个底 其实法人的看法 不一定是对 但是人家算是专业机构 专业机构 所以说他们在整个的 过程当中 他们在这个 分析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他们的逻辑 那这个 这个 他们 结果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说 你能够放在心里面 就说 人家是这样看的 是这样看的 对 还有今天来讲 我们字幕机有点问题 所以 没有字幕 我们字幕机 整体调整好以后 还会再有字幕 请各位报告一下 那这边来讲他说 2022年将是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一年 2022年的台股将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一年 因为我们预见 本坡经济复苏以来的 首坡制造业 库存的回补周期 将于 EH22 就是明年的上半年会促进 为经过了一二季度的库存调整后 待年中销售 旺季来年与iPhone14新激发收下 第三季 明年第三季末将在重启 另一波库存回补的周期 并延续到2023年 台股本身以制造业为主 股价波动深受制造业库存周期所影响 因此我们研判 2022年台股将是 开高走低 再反弹的格局 懂啊 就是现在开始 会涨到第一季 那意思是说 这一波涨了 我们现在是开始在涨了 对不对 台股目前这一波是不是在涨了 所以你看这一波的台股算是强的原因在这里啊 这波已经开始在涨了 这波是修正嘛 我说17074没有坡之前 这一波算是修正而已嘛 那 这一波最低点到17167嘛 所以如果说这一波是走第1波 这第2波修正 这边有可能在走第3波的一个大长坡 或走ABC嘛 你如果说以3坡走的话就是ABC啦 如果5坡走就12345啦 所以到最后是不是12345我们不知道 那 重点现在就是7坡在走了 现在真的在走7坡 第2个他在17986 再加这里的17162的中轴位置 已经攻上去了 已经攻上去了 那均线攻上去中轴也攻上去的话 大概 他会再往17986过新高这条路去走廊 这没什么问题啊 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这个大盘 我说昨天跟各位报告说 当然啦美国股市这样跌也是真的很可怕 也不能说不小心 但是就台股 目前的 整个从现行的研判来讲的话 其实 这一波会再过17986 然后可能18034就直接就过去了 就这一波来讲 就会攻克18034 但是重点是什么股票在涨才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说买不到在涨的主流的话 你买不到在涨的这些股票 你怎么赚钱 你如果说现在来讲 你还会有Comp 那怎么办 你买在这里的 你还可以 还可以接受 你买在这里的 他跌到这里 你看他已经跌到这里了 对不对 从这里看 这里人都赔钱 这等大盘在涨跟你没关系啊 是不是 美极嘛 你看头部都已经成型了 当然主力你说要要缓上去 你不用管嘛 你哪管那么多呢 你这边十字线破你就走人就好了 你看这里 十字线这里破了 虽然要再创一次新高 你这里来讲 你这边 十字线这里是站上去的嘛 这是新高但是这个三米线 这里又破了 所以说这种个股来讲 他已经走了两次了 所以他其实主力来讲 你看这边高点在这里 有没有 高点在这里啊 量这么大 量缩成这样子 主力跑光了啦 真的跑光了啦 这种个股来讲 他乘一乘的话 缩跌就跌了 缩跌就跌了 所以你有这种个股 你自己要小心啊 不要套来套去 永远就在套股票 不要 真的 我其实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 涨到17 986 我说这次也要留一下 回党的风险 那这一波真的回到17 167 17167 现在要涨到17172 才三天的时间而已啊 上个礼拜 5然后123 今天 这礼拜啦 1234 你看这大盘也是蛮诡异的 你看喔 上礼拜都在跌 这礼拜都在涨 对不对 那这礼拜涨的过程当中 美国也是在跌 也没有 美国也没有很厉害 所以说台股这一次 真的还蛮诡异的 真的是没有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 那真的会没受到影响吗 至少 稻穷已经跌了2000点了 稻穷真的跌了快2000点了 你们要看稻穷 你看稻穷这一波的高点 我们看一下稻穷的高点 稻穷高点是36565点 到今天已经3400 是不是跌2000点了 跌了2500点左右了 若跌2500点的话 稻穷10%还没有啦 但是7%有啦 已经大盘已经跌7%了呢 你看他跌7% 那我们台湾股市来讲 然后因为跟着肺半相关性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表现得算不错 你看 现在又往上要挑战这个高点 但是在挑战这个高点当中 因为量能 我就跟上量能就是3000多亿而已嘛 所以不可能在涨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先涨后涨 然后 先涨了下来的时候 有可能他就不动了 所以那你怎么办 你只要破十字线的个股 你就先走就好了 你只要抓住这个原则 然后会涨了股票 你就去买嘛 你说台积电会涨 你今天会涨也赚 买也赚钱啊 你说连电会涨 你连电去买也能赚钱啊 你连电离礼拜二去买 礼拜一去买 你什么能赚钱 还是可以赚钱啊 对不对 我们就买64块了 虽然今天也没赚 没赚很多 涨实上没有赚 但是至少有在赚钱嘛 对不对 你不要说买了这些 中小型的个股 结果呢 真的不行的时候 你说 我昨天跟你讲红达电嘛 对不对 红达电刚好这个很漂亮 对不对 今天红达电 你其实找盘还算不错啊 你看 晃啊晃啊晃啊 是尾盘跟着往下 你看这尾盘又拉一下 后盘这没办法 反正他这一档 阻力介入非常深 介入非常深 那今天来讲的话 他是小破十字线 所以他现在在这边做纠结啊 你看这三条均线在那边做纠结 那当然还是要仔细一下 还是要留一下 因为他波动很大嘛 还都有两点 但是原则上 你看这种线形 说这种线形是空头吗 不是啦 他还是在走多啦 还在走多啦 说空头来讲 还没 现在是走在第二波的一个整米而已啊 我觉得他一定有个第三波啦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被甩出去而已 就怕了就是被甩出去啦 就是说因为你还是要做停损啦 不对还是要做停损啦 然后可能说你说看了就一直抱着 那太危险了 所以说你看哦 这里好你看我们再回到这张 高点他是看一万九啦 他是用2.2倍的PV啦 但是呢第一点呢会下探到一万五千八 那我请问你他第一季啊 明年第一季 出现在第二季啦 所以第一季建高点 明年第一季建高点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这样预测的话 他就是一个很 假设的潜力嘛 12月大概都是涨嘛 就昨天跟各位报告嘛 几率90% 涨到明年的荣利年前 明年的荣利是2月1号 所以大概应该涨到1月20几号 或2月初那时候 那时候建高一点 股价就开始跌啦 如果说照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照他的讲话的逻辑这样才推啦 好那原则上我是不会去看这些 我原则上说我会做参考 但是我不会以他为主啦 因为为什么 不用啊你每天看大盘就好了 所以说破十字线 没有没有破十字线就做股票嘛 找没有破十字线的股票去做嘛 那没有破十字线之前你持股就增加多一点嘛 好那买几天有赚钱的股票就留嘛 没有赚钱的股票两三天没有赚钱就走嘛 就这样子就好了 你想那么多干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都是人家讲给你听的 这就是所谓的基本面 但是我说股票在涨基本面是什么 他是必要条件吗 没有 你说红达天在涨他涨基本面吗 没有 他在涨题材面 他涨未来的梦 所以说 在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两个条件 必要条件是股价一定要在实现之上 你要买这是一定要的 所谓的必要条件就是一定要成立 你股票只要没有在实现之上的 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管什么 长期均线啊 什么在什么上底的压力啦 什么 什么有季线什么东西都不用管 就看实现就好 比如说你看 长虫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长虫还在实现有什么好怕的 今天就涨了 你看涨一天 跌一天 今天你看 挣完一根长虫 把这边都突破出去了 那我请问同学们今天知道长虫会这样大涨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也知道今天钱会进来吗 你也不可能 市场谁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你看他是不是稳稳的站在实现之上 站了几天 这一条绿线就是实现 对不对 那扬明也是啊 你看扬明 你看扬明 这几天都在实现之上 这边有跌破一点 这边有跌破一点 你看昨天这三天 是不是站上去了 所以今天他也涨了 他也涨了 你说旺海 旺海今天才突破实现 所以旺海他是落后不涨 所以他今天涨停板 但是明天会不会再涨 不知道 他是相对比较弱 相对比较弱 那这里来讲的话就变成说 对啦 我说上去你要记得卖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我们先讲长龙 先讲2603 第1个原因 这一波你怎么看 这波走多头吗 这不是主生 这波是反弹 这波反弹到现在已经涨50% 不管他涨多少 他一定还会再涨 我说他还会再涨 他这一波的反弹还没走 为什么我说他这波是反弹 你看233 加85 你去除以后 大概应该在160左右 这个中轴的位置 160没有过之前 都是反弹 但是反弹股票是在涨 对不对 好 那会不到160 你说这一波会涨这一波 讲实在话真的是 天时地利 人和就看这个天时地利 要不要进来 人和就是加进来炒股票嘛 你说我说外资来讲 最近来讲 这里有在买 又买又买 但是整体来讲 他也没有真的在买超啦 投信有啦 但是其他没有 台湾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货贵这种个股 一定是台湾的主力进来玩 才有可能 那今天这根长虹 这根长虹 其实这一波在涨机 我就看到说 我这一波在涨 我就跟你讲 台湾的主力已经进来了 但是他这一波 做得很贼呀 你看这一波在杀下 再杀你一波 让大家快吓死了 然后再慢慢慢慢涨 好像一并不会涨的样子 那我说 我们先看 为什么 我说这里是主流 好 我说长虹洋民 为什么主流 你看他的低点 在这里 你看这根的红 10月25号 然后我们回来看一下大盘 你看大盘10月25号在这里 是相对低点的位置 然后再一直在涨 那大盘有没有过高 没有过高 但是他已经过高了 对不对 至少长虹过高了嘛 就像2303跟2408一样嘛 就像联电跟南亚 他都过高了嘛 所以他是主流 他绝对是主流 你从股价的线去看就好 大盘这波还没过高 他已经在过高了 他就一定是主流 所以你有的股票 一定是爆 但是这一次爆 为什么说你要找卖点 我所谓的找卖点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上去又说 今年长龙赚45 明年赚45 我要安心的 抱着不对 你如果套到这里的人 但你说短线你要做 当然还是会涨 我觉得还是会涨 你要稍微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有的话 你要不要加码 第一个 我讲到 我真的 不知道他会涨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涨到什么 价位在哪边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有人跟你讲说 真的有人看180的 有人看140 有人看160 有的啊 那到底哪个对 不晓得 真的 真的不晓得哪个对 我说我之前跟你讲 我说看145 到150 大概就是这个高点会到 有没有 我之前就跟各位讲 我说我的 我心目中的目标在在这边 那今天来讲已经过了 我说这几天 我们跟你讲说 126.5 只要过 只要这边能够过 半年线就过了 你说看我的节目 我一定有跟你讲这句话 好那今天在这一天实现了 对不对 但是我恍而叫你 你要站在卖方 我说的站在卖方 不是说 不是说叫你现在不能买 我说这档个股 会在涨 你短线要做绝对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套牢的 你手上很多货柜三雄的 你要准备要卖 但是不是现在卖 但是你的心里要晃着一点 我上去我就要卖 我绝对不买 你懂意思吗 你不要说我又买回来投资 不要 这一次是你给你的逃命波 老师你不是看得很好吗 这一次会涨 讲实在话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真的今年法人 估到明年跟今年 真的都还有同样的获利 你如果说只要估到30块以下 股票绝对不会这样涨 所以他这一次来讲 是真的有点命啊 天实在 那个天实叫做 OMICROM OMICROM 就是这一次的病毒 这次如果病毒来讲 加深大家对塞感的印象的深刻的话 没有在这个塞感印象这么深刻之下的话 我想他也不会涨 你看最近来讲为什么在这边 最近为什么会涨 反而大家有时候中小型电子股 他在涨 就是 这个天实就出来了嘛 那地利来讲的话就是 刚好 大家都估 法人一致性的估法 之前 我记得我在五六月 就六七月的时候跟各位讲说 其实长农牙明 其实明年的获利跟今年不会差太多 那时候市场也不相信啊 大家也是会怕 你看 从八九月整理完还不是瞎杀这一波 但是瞎杀这一波 现在这波很可怕 真的从125可以跌到85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代表说他的整个 股价 跟他的基本面来讲的话 以股价反映他的基本面是相对弱势 你不要觉得说他赚很多钱 他是相对弱势的 那在这里的过程当中 我是叫你不要卖 我说你不要让你忍着 我说一定会再上来 那重点就是我看到整个基本面 我说其实我当然看了 我跟你这东西没人觉得都没有错 不管是营收的创新高 毛利率的好 营业利益的强 都没有错 但是股价就是烂 讲难听一点 那时候真的烂 烂到一塌糊涂 那时候你想想那时候你心里在这里 你大家吓都吓得要死 我想很多人都快停准都快哭出来了 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你讲 就是阻力真的够狠的 他真的要往上做的时候也先踹这一脚下来 你看到时候哪有什么利空 那时候10月份的时候 只是11长假而已 11长假后 整个孕价就会跌 就这个原因他就踹给你看 从120都踹到85 所以这股价来讲是很 他的股性来讲讲是很可怕 所以这一次来讲 他好不容易真的天时地利 再加上人和 就是阻力又进来了 又把你的股价真的往上拱的话 你这里不要再存有什么幻想 拜托 你不要再存有什么幻想 说今年转到我要攒到230 我给你讲230真的不可能 我给你保证 不要先看230 先看160 先不要看160 先看148 先看这148 这个148如果能够过的话 你就去看嘛 这个148 85如果说这个区间能够过的话 那大概55块 145 148 50 15 65再加进去的话 这里 只要能够站稳上去的话 这个点 有机会到183 但是重点就是这个中轴一定要先过 我在这里148还没过中轴 所以他有好几关要过啊 现在来打了 第一个关卡就在这里 138应该会碰到在整理 138 接下来 148 接下来中轴 你就很好算嘛 233加85.5 除以2 233加85 除以2 我算一下好了 我算一下 233 你 雅铭你照这样去算就好了啦 雅铭就照这样子 照这样子去算就可以了 哇 我计算机 我没看 我看到了 好 多少 233加85.5 233加85.5 除以2 159 刚好160嘛 我说160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三个关卡 只要第1个重点 第1个十字线不要破 10字线不要破 10字线不要破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0字线不要破 10字线不要破 你就照这样子去看就好了 你要什么时候卖 其实我也不敢跟你讲说 现在来讲会涨到哪边 第1个 他趋势是往上的 长冬牙铭的趋势往上 所以你现在绝对可以报 你不要卖到现在 不需要 你看10字线什么时候被跌破 这个还没算有效跌破 你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说10字线跌这样就还不用 你这一波来讲的话 你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说 你只要10字线还没破之前 你就抱着 那到底要什么时候 你要开始卖 当然你看你的成本 那你如果说你想说 不是以你的成本为主 你想一次卖在相对 你认为的高点的位置 你就看第1个138嘛 第1个148嘛 第5个就是160嘛 那如果160能够站稳的话 160如果能够站稳的话 那真的往180的几率就很高 好所以说重点都在于160 那会不会涨到那边 真的想不到 我也不想得 真的 那法人的目标价 查农阳明大概比较中性的看法 是看168 如果看168的话 那160 过了再拉回 那160 160如果能站稳的话 整个这边的线形 就所谓的突破 就会变成 所谓的反弹 就变回升 所以160是个非常非常非常 重的一个压力关卡 160 160块 好 160块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呢 货柜 这档 这些股票上去 你记得 一定要 卖 记得一定要卖 因为 在 明年还好都 估到跟今天一样 后年 我想机会就不大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全世界都在解决塞港的问题 那塞港问题一解通 你说这种 营业利益60几%的 你觉得这种 这种这种行情你觉得能够 能够多久吗 机会不大 讲实在话 这个真的是机会才而已 你看他们这些营业利益这么高 那 挤弄很坦气就好了 我好辛苦 这制造业量 对不对 那一张 我看一下那一张 今天有一张 报纸你又看到 哇全球的 航商的营业利益高到不像话 是不是这一张 不对 高到不像 我没有拉进来 就是 我们台湾的这两家都前两名 60几%的营业利益 营业利益 所以说 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这个大盘 还是会上 还是会上 只是 在上的过程当中 也许你的股票 不是你这一波会上的主流 你就不要流了 反正你要破10线就不要流了 不要想那么多 真的想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说我很看好 怎么样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只要一两天两三天没有涨 你就跑就好了 真的要 真的要 这场股票会涨 你再来买都没关系 有的时候 个股来讲 留久就留成丑 这样就不太好了 就不太好了 那 我们 你看我们在这边 就是每天来讲 我们都有一些最新的报告 像今天就是 金像电 环甲跟荣钢 回到我们的 会议的公司网站 我们会议都看得到了 都看得到 那我们走的是 效率投资 效率投资 这是我们买进的条件 必要条件跟充分条件 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 一定是考虑大盘 那现在大盘已经站在实现了 所以说 这大盘会往上 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会在什么股票 才是最重要的 我每天也在商导金 到底会涨什么股票 对不对 先考虑大盘 你这个大盘今天这样突破了 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看我们从逢地中慢慢加 对不对 不敢加太快 好不敢加太快 但是 今天自然你够确定往上了 那这个 台北股市来讲算是强了 那强的过程中要买什么股票 就开始伤脑筋了 对不对 要买能够能够涨了嘛 买了股票不涨 那真的 也真的是累了 那股票不涨就先砍再说了 这样操作 你就没什么烦恼了啦 好 股市龙传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那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这个新视窗 那第1个网址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传的 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把姓名 电话号码 股票名称及代号 写清楚 然后 在3个方案 就说想入会的3个方案 让各位投资朋友做选择 那选择完以后按提交 我们股市人马上跟你做联络 那另外来讲 你可以用LINE的部分做互动 做互动 那欢迎投资朋友做订阅 那LINE的互动 里面就要参加会员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可以 输进去 你所需要的 内容 那我们的股市人马上跟你做联络 那欢迎投资朋友订阅 我们的股市龙传 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谈钱 焦点跟谈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跟各位投资朋友 对股市的投资 不要做投资 对股市操作做参考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油筹市工作室 ragg 基本上 健康 混合 总圣 感谢观看